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解锁第二个知识点 关于审计计划的基本内容 对于这个内容啊 我们考试中它具备一定可好性的 而且呢 它这个内容啊 涵盖很多东西 因为我说了 如果把审计计划展开来说 我们从这一篇开始一直到第十篇的内容 也就是我们整个课程的主体内容 其实都是审计计划的展开内容 所以呢 它都可以难过在其中啊 但我们在这里啊 只是一个原则性的介绍 我们先认知一下我们在计划的时候 要考虑哪些事情 然后咱们再一点点展开来说 好吧 那首先呢 我们要明确啊 关于这个审计计划这块我们主要有两类啊 一个是咱们考虑对我们审计业务来制定 总体审计策略 总体策略 一个呢 是具体的审计计划 两个方向 对吧 战略和战术上的一个关系的问题 这是我们在这里要考虑的 然后呢 这项工作最主要的人员 最主要就是我们项目合伙人 那除此之外呢 项目组的其他关键成员 要参与到其中 那包括呢 参与与项目组成员的讨论 先一般来说啊 我们这个分工大体上是合伙人 考虑这个总体策略 然后呢 我们说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组 这个项目负责人 那他呢 往往他却要写这个具体计划的问题 那此外有一些关键成员可能参与到其中 当然这个工作啊 说心里话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其中的 通常来说啊 就是事务所当中和我人呢 这个关键的这种 一般来说就升到经理级别的人员 关键人员 他才可能参与到其中 我个人呢 比较有幸什么呢 比较早就开始做过这场工作 为什么呢 就是 倒不是说我水平多高啊 当时 比较早那时候水平并不高 刚开始做审计嘛 但是为什么我们和我人让我做这个工作呢 就在于呢 他觉得我的这个理论方面比较扎实 那言下之意什么呢 觉得我当时的实务能力还不够 实务能力还不够的话呢 他有些工作不想派给我 但我不能闲在那儿啊 于是说 得了 你来给我写个审计计划吧 其实当时我汗就下来了 因为这个要求其实很高 我这玩意吧 我真是刚刚开始做审计啊 让写这东西有点要太高了 但领导安排下来 你得努力做呀 好在有一点 你写这个东西啊 他也并不需要说你来负这个责任 你喜欢照 看领导怎么安排 只不过你要换一个角色 说哎 站在我们和我人角度 他要考虑这些问题 所以当时呢 我就是非常有幸啊 去写这个东西 包括呢 说我要考虑这个人员安排等等这个情况 然后最后交给我和我人了 和我人当看比较满意 然后觉得说 哎 你这理论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 你多实践实践 然后以后呢 就派了给我很多活 让我多实践 这样一个 但其实呢 其实我当时就是起到一个什么 起草稿的 起草稿的这么一个工作 然后领导那要看他有很多地方修改的啊 并不是说我就能定下来 其实是和我来定 但是呢 这项工作呢 其实很关键在哪呢 他并不是说啊 我们在这个阶段做完就拉倒了 他是一个贯穿整个审计工室中的一项工作 所以准备这么说的啊 说计划审计工作并非是审计业务的一个孤立阶段 这是一个持续的不断修正的过程 然后计划审计工作通常在上期审计工作结束后不久 或者伴随着上期审计工作都完成就开始了 直到本期审计工作结束为止 那么在这里我们发现就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 会有我们计划审计工作 计划审计工作呢 又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内容 对吧 计划审计工作 我们前面讲过很多内容啊 说要贯穿始终的 比如说职业判断 职业怀疑这种态度 贯穿审计过程始终 现在说计划审计工作其实又是贯穿始终的 从上期审计工作结束后不久 甚至伴随上期审计工作一完成就开始了 约到本次审计结束 那不是贯成始终吗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你会发现我们计划审计工作 上期审计结束之后不久 伴随着上期审计工作完成就开始了 我们在初步业活动是否也这样 连续审计的初步业活动也是这样的 所以一般来说这些工作 我们基本上是安排在一起 一边呢做初步业活动 一边呢就考虑我们计划工作了 基本我初步业活动啊 他也要有一些什么 说我最后承接不承接的问题 但如果承接下来 且我的计划工作也已经开始了 这点要知道啊 然后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啊 总体审计策略 军计划 首先总体审计策略 这个肯定是我们合伙人来完成的 包括我曾经说我写过 但也是起到一个秘书的作用 文书的作用 写完之后交给我们合伙人 由他来最终来拍板来定 那么说做坏师 这个只救合伙人 要制定总体审计策略 来确定审计工作的范围 时间安排和方向 并指导 那只有领导能指导 指导具体审计划的指定 所以具体计划 其实我们呢 这个作为项目负责人 这个可以做很多 但是总体策略这块 就只有合伙人 他有这个资格 我只是说我有幸曾参与过 这样一个啊 那么说对于总体策略的基本规范要求 那说了 在制定总体策略时 最后开始指的是我们后人 要考虑我们1月21号 那就是对财保保实施 怎样管理 那这块财保保审计 实施怎样管理这个准备要求 按照这个要求 获取相关信息 然后才下列措施 那其实按照我们前面 指导管理的规范 来获得相关的信息 然后呢 一个要确定审计业务的特征 来计定审计范围 说我们这个审计到底要干嘛 明确审计业务的报告目标 以计划审计的时间安排 所需沟通的性质 然后根据实验判断 考虑用于指导项目处 工作方向的重要因素 那在哪方面要对他们加强 那这个指导 再有考虑初步业务活动结果 你看咱们前面做了对吧 考虑这个业务活动结果 并考虑项目后人对背景单位 执行其他业务时获得经验 是否与我们这次审计业务相关 最后呢 确定执行业务所需的资源的性质 实验安排范围 那其实就是合伙人 根据我们前面各种各样信息 然后考虑我们这项工作 怎么来做 有哪些信息可用 然后再有我们需要哪些资源 包括有没有专家 我们这个专家是所内的 还是所外的 这是一个 然后呢 说制定总体审计策略的过程 可能包括下列事项 那其实一般来说 主要包括这些事项 但是这些事项的确定 还有待完成风影评估程序之后 就是我们是考虑这些事项啊 这话 但是呢 其实做风影评估之后 才能最终有个确定 那一个 像具体审计领域调配的资源 它的性质 人力资源 技术资源 或知识资源 这种性质 那你看肯定是领导才能决定的 对吧 那么比如说 像高风险领域分派 接丰富的项目的成员 或者委派专家处理复杂事项 那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啊 就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那一次替我们领导写的那个总体策略那个 其实就总体策略 当时我不那么分啊 我就写那是你工作安排 那结果呢 却上来就第一个问题就难住我了 因为你想啊 我当时刚做事情没多久 然后我来调配这个资源 我怎么调配 我调配不了 但是呢 我会拟一个什么呢 人员安排的建议 来领导 给领导来决定 那就是查什么去年的底稿 这去年谁是这个项目负责人 然后去年谁参与了这个项目 然后呢 写一个建议 写一个建议啊 那再有 向具体审议领域分配资源的多少 那比方说 分配到多个地点 做存在监盘项目组成员的数量 那再比如说 在集团审议中 复合组成部阻碍室的工作范围 向高分领域分配的 审计时间的预算等等 那其实呢 这只是特殊的情况下 这里的安排啊 因为如果是具体的 具体的那一块安排啊 就更具体的这一块 那么是在我们具体审计计计划当中 只不过呢 有一些项目一开始就知道 有些特殊性 那么我们是在总体策略中 有一个分配资源多少 谁什么时候去这个问题 此外 什么时候调配 比如说在其中 审计阶段 还关键节日来调配资源 就人员安排的问题 包括预审的问题 再一个 如何指导监督这种资源利用 那一看这就是领导的事啊 那比如说预期 和是召开项目组 这种预备会总结会啊 预期项目后人的 和这个经理如果做复合啊 现场还非现场复合啊 这类的 那我当时却这也都写了啊 但是时间上 肯定是有点问题的 我会给出一个时间段 建议什么什么时候 就这还被我们领导批了 这个到 全都翻顶了 突然翻到这个了 就相信当时领导把我批了 批了一看说 你这预备会这么开 这不太晚了吗 都这时候了才开预备会 我当时想的是 我能想到这个事就不错了 预备会什么时候 还都不拟定的吗 那完是我说了算的吗 但领导批评了 你就得听着呀 那其实呢 那个确实有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大家一听就能明白 因为那个项目组预备会 我那时间安排 安排在12月中旬 但预审 你就安排出去了 其实我那不完全是预备会 我那实际上是什么 预审的一个总结会议 然后呢 对年审的安排会议 其实是这么一个性质的东西 因为我一看前面也没时间安排了 但是呢一写上我们领导不高兴了 把我说了一顿 领导说一顿 然后呢 果不其然前面 去这个就预审之前 先召开一个预备会 因为当时是承接了一个 比较特殊的啊 这个项目 所以呢特别正式 那因为并不是每次都有啊 这种会议 就那也特别正式 所以当时呢 搞了这么一个预备会 然后还要形成记录的 然后这样一个啊 那今天你看 这都是领导来决定的 都是我们合伙人来 才能决定的 这样一个啊 然后呢 这些内容咱们就看一看就行了啊 就知道这主要是我们领导来定它 但是有一个内容特别关键 有一个内容啊 这块 那么就是 项目后人在总体策略中 要确定重要性 要确定重要性啊 这是必须得有的 项目后人来定的 这个要掌握啊 而且在适用情况下 和我人还要考虑什么呢 就当时这个我是没做的 我做不出来 留给我们领导了 我这个东西我可不敢定 我也不敢定的 当时我只是把说 去年重要性水平 抄在那的 抄去年底稿 说去年咱们重要性水平多少 放在那的 我可不敢定 今年的 那哪敢啊 但给我们领导说 你知道去年是多少 你今年来定 那除此之外 他还要考虑什么呢 适用情况下 考虑什么 一个按照集团审计的规定 为组成部分确定重要性 并就此与组成部分主要性 做沟通 组成部分重要性 那这个总体策略中就定了 那么其实在这就要考虑 极端审计了 那再一个 初步识别重要组成部分 和重要的交易账户余额披护 那这是我们这个项目后人啊 这块特别关键 项工作 有些计划计划 必须考虑 集团审计 如果有集团审计的要求 在这就要考虑 所以我们的后面 我们这一篇的第五节 就讲集团审计 就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计划计划 就要做这个工作 所以你看 这也不是我凭空在这来的 说陈老师在这 拿随便把那教材乱组合 不是的 每个都有依据 这个依据既有我师父经验 也有我们正常工作流程 也有准则要求 准则告诉你 在这话有这么做的 那在这里啊 我们来说 关于这个总体审计策略中的 重要性都有哪些 一个 财务报表 总体重要性 财务报表 总体的 再一个 特定类别的交易 账户余额披披护的 一个或多个重要性水平 况如适用 如果适用就给他 如果不适用呢 就不给他 所以这个要注意啊 这个特定类别的重要性水平 未必每次都有 但是呢 总体重要性呢 一定有 听类别的适用有 不适用没有 所以这括号不能省略 一定要注意啊 我括号省略了 那其他等于告诉你 我们总体策略中必须有他 但这个并不一定有 第三个 实意执行重要性 第四个 明显未要错把临界值 那么其实在这里 我们就看出来了 哪里有一个 哪一个括号如适用啊 就有特定类别的 这个重要性水平 特定重要性水平 我简单来说 就他 不一定每次都有 剩下的财务报表 整体重要性 总体重要性 实意执行重要性 明显未要错把临界值 这三个每次审讯中 一定得有 所以我其实比较反对啊 就给大家讲一当中 太多的 那这个简化的写法 这都一旦简略下来 就容易掉一些关键的词 那你说考试当中问 那下列重要性水平 每次审讯中都必须有的 第一个 第三个第四个 第二个 就不是每次都必须有 就是如适用这三个字的重要性 那你看 这就咱们考试啊 那是不是得掌握 就要掌握 那在这里啊 关于那集团审计中的 重要性这个内容 这个在第五节 给大家展开讲 咱们就知道 那总体策略下 也要考虑 集团审计的重要性 如果它是集团审计的话 这一个 然后呢 关于总体审计策略的 部分内容的事例 这个东西啊 不用去背它 这个东西就给大家看看就行了 但是呢 不要去背它 那事例嘛 就给你展示看看 你不要去背它 读两遍 知道我们在这个阶段 做什么工作就行了 都有什么呢 比如说考虑业务的特点 那在这时候 主要有这么些事项啊 比如说 由组成部主要是 审计组成部份的范围 哪些是由它来做啊 说你审计到 经营分部的性质 是否需要一些 专门知识啊 其实呢 有些专门知识 专门考虑 这有人业分派 或者是专业工作利用 说有没有内审呢 如果有的话 那我要不要利用内审工作啊 或者利用内审人员 提供职业协助啊 如果能利用哪些利用啊 所以在计划 就要考虑内审工作 再有 说被警察使用服务机构的情况 你如何获得有关服务机构 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 有要性的证据 这个内容 我们到第五篇才给大家讲 但其实在计划阶段 就要考虑 什么意思啊 到第五篇给大家解释 但你要知道 在计划阶段就要考虑啊 那此外 说对于利用在以前审计中 获得的审计证据预期啊 比如说获取的与费验评估程序啊 控制有关的审计证据 那以前获得这个证据 本期能否用呢 审计证据里咱们讲过 那其实 客户人就要考虑 我们以往获得的信息 本次能不能用 那这个咱们就不都说了啊 就点找几个典型来说 那再比如说报告的目标 时间安排 所需沟通的性质 那在这里面主要有这么一些 比如说被审单位 对报告的时间表 包括中间阶段 最终阶段 报告时间表 报告时间表 是不是跟我们审计的这个 审计的这个报告日期有关 人家对外报 你是不是在那之前 你得出审计报告 所以这是要考虑 审计报告日期的 那再比如说 我们要与管理层 这层做会谈 讨论审计工作性质 时间安排范围这块 那这个主要是我们说 完成阶段的这种会谈呢 或者有的时候 那有一些呢 是这个计划 阶段之后 我们的审计开始之前 可能举行这会谈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 也需要每年呢 这个年审工作安排的时候 那企业要召开说 咱们那财年 那然后呢 咱们这个报表怎么安排 那整个这个年审安排 然后呢会找事务所 说你来过来 那去讲一讲 那其实这个时候呢 肯定是我们在 一开始要考虑的 那此外呢 说与管理层这层讨论 我们这还是你出去的 报告类型啊 时间安排啊 时间安排就要讨论了 对吧 以沟通其他事项 包括审计报告 管理建议书 向制度通报 其他事项等等 那其实这个都是 在我们 那在计划阶段 领导就要考虑的 包括呢 有的时候 我们呢写周报制度 每周报周报 为什么要做 因为人需要我们 报我们的工作进度 那其实领导一开始 就要考虑 当然领导怎么考虑的 那和人 智理层沟通过的结果 能理解吧 所以前面和智理层进行沟通吧 沟通完之后 说我们这个 周报制度 那每周要报的 那告诉我们的过程 此外呢 说与组成部主要是 沟通的 你出于报告的类型 谁安排 以及与组成部分 审计有关的其他事项 又喜欢审计对这个问题 对吧 那此外 关于重要因素啊 出不许有活动啊 和从其他 内有中获得经验啊 这块 这类的 那在这里面 主要考虑的事情 注意啊 其实我们重要性 主要在这里来定 除了重要性之外 我们还要考虑什么呢 啊 比如说 初步识别的 可能存在较高的 重大挫暴风险的领域 那其实啊 也包括 和这层沟通过之后 那么获得一些信息啊 包括那前面 咱们出不许有活动 获得信息啊 这类的 包括从其他里 那角度来看的 所以呢 其实 合伙人 对我们所审计的 这些事项 一般来说 都会有一个原则性的把握 就大致 这家企业 哪一块可能风险较高 他会有初步认知啊 这块 那再比如说 评估的 报表层次 状况风险 对指导监督复合的影响 说高风险 这块 报表层次的 那说是一道 内库有问题啊 管理层不够诚信啊 那是不是要加强 指导监督复合呀 这都领导自己的活 对吧 此外 就项目成员 在收集评价审议证据观中 保持质疑的思维方式 职业怀疑的必要性 向项目组成员 进行强调 所采用的方式 他肯定要强调 咱们要职业怀疑啊 这种质疑思维啊 我怎么给你强调 怎么让你们在工作中 都能考虑到这些问题啊 那再比如说 背试单位的 这种做大业务的发展变化呀 什么信息技术啊 业务流程的变化 关于审议员变动啊 收购兼并的处置啊 这类的等等 因为这类的 他肯定要对这个企业 有所把握 就是我们那个合伙人 所以他在这里就要考虑 说整个环境变化啊 那技术变化呀 社会兼并 那其实也对他的 赵金服务也有影响 因为他要传递这个信息 因为他要指导具体计划 这样一个 那再有比如说行业的发展 那行业法规啊 报告要求的变化呀 那告诉你们 你们要注意啊 今年报告当中 对某某事项有什么要求 也有这种专业培训的要求 对吧 那此外资源的性质谁安排 资源的这块 但我们这块要的什么 就是人 不同类型的 有特有技能的人员和时间 这是我们的资源 那比如分给 分配给项目组的 或项目组能够获得的人力资源 技术资源和知识资源 那这种安排的问题 那比如说啊 对项目组的分派 也对项目组成员审计工作分派 包括像用较高重要挫暴风险 风险领域分派具有适当金钱的人员 这一个 那再比如说我项目预算 这个项目预算主要就是时间啊 不要说花多少钱的问题 我们说预算其实主要是时间 那包括就最主要的 是为可能存在较高重要挫护风险领域 预留适当的工作时间 高风险领域这块要多花时间的 所以他要算好这个时间 预算是大致的这块 就有一个估计 所以安排你们这家几天 那家几天 那其实这都是合伙人 项目后人要考虑实际 那么其实给大家这段内容啊 并不让你去背它 没有任何背的必要 但是多读几遍就知道 我们在这个阶段要做什么工作了 准确说是合伙人在这阶段 要做什么工作 但是我跟大家说了 我们学审计 很多时候是角色扮演 在这时候 你至少得扮演到 合伙人身边那个人 能参与到他这工作的这个人 至少得到这个角色 或者是你说 我若是合伙人 我该怎么办 要考虑什么 当然这个只是啊 我们的部分那种 不是所有情况啊 我们立即这个 只是让大家来理解 我们在这个阶段 或者助言师在这个阶段 应该考虑哪些工作 所以接下来 咱们三四五 这三节内容 就是对我们这里 一些内容的一个展开来解决 然后注意 咱们强调一点 说总体审计策略已经制定 然后助言师就可以针对 总体策略中的各个事项 制定具体计划 然后考虑通过有效利用 审计资源实现审计目标 那一般这个时候 这个助言师 通常就变成谁了 通常就变成我们具体的项目负责人 或我们说项目组的关键成员了 就不再是后人了 后人不可能再管那么细了 就不能管那么细了啊 这话 然后说了 制定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计划 这两个啊 其实并不是孤立的 或不连续过程 是相互紧密联系的 对一项修改 可能会导致对另外一项的相机修改 那咱们要知道 这领导做总体策略 影响具体计划 这也不用说 但你具体计划如果有重大修改 那反观也会影响 领导的总体策略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实际发生的例子 我在工作当中 后来就出了一个问题 就这个企业出了点问题 出了点问题 我就不得不去调整我的审计计划 但我这一条的话呢 整个工作就全都乱了 然后就得跟领导去说 领导当时说大不行 那是不行的 说为什么 他我这边都安排好的 年前干什么 年后干什么 我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年前这段 我没法推进了 我这个时候没法推进了 因为出现一些意外事件 所以我没办法按照原计划来做 所以只能推到年后 那我们领导一听说 那你就干脆把年后那家先去 我说现在时间上 又不准我到那家做更多的事 到了那家 可能就一两天 然后就得回去 春节嘛 这个事情 我说我可以春节不走 我在那加班 但企业没人 我在那有什么用啊 所以当时就不得不去修改 我的具体计划 那我的具体计划 我的具体计划一修改了 领导又得重新排 他的综艺策略 所以这就是相互影响 但是具体计划修改 必须重大修改 才可能影响综艺策略 如果小的修改 你自己消化解决 就这意思啊 好了 那然后咱们说一下 具体的审计划 那么具体审计划 这话咱们也分两个 一个关于具体计划的一般考虑 具体计划要比重新策略 更加详细 更加详细 那么一般来说 主要是项目组成员 你实施到审计程序的性质 实验范围 那就要具体来做了啊 所以注意这个身份的转换了 这个时候谁来做具体计划 项目的负责人 比如这个项目经理 那他不是合伙人 但是项目归他管 那他要说下面的人要做什么工作 所以咱们这身份立刻就转了 前面是合伙人身份 现在变成我们这个项目经理级别的 那具体计划啊 一般来说包括下列内容 应当就必须得有 什么呢 一个计划对项目成员 做指导监督复合其工作的性质 实验安排范围 具体指导项目的成员这一块 那谁来职业来指导监督复合 主要的是项目负责人 项目经理 然后计划时的风险评估程序 它的性质实验安排和范围 此外在认定层上计划时的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实验安排范围 再有根据审计准则的规定 计划应当实施的其他 身影程序 那除了咱们前面这一个 关于呢 对它的指导阶度复合之外 那其实风险评估 进一步审计程序 那其实这个内容 都是我们后面来讲的 我们第四篇讲风险评估 第五篇呢 讲风险应对原则 也要进一步审计程序的原则 然后第六篇控制测试 第七篇其实讲的是实行程序 都属于我们进一步审计程序这一块 第八篇对特务事项的审计 那包括风险评估 包括进一步审计程序 所以呢 其实我们具体计划 更容易判别 因为我们主体的课程讲的是具体计划内容 那主体课程讲的具体计划这一块啊 然后这里啊 咱们来说 那关于飞行评估程序 咱们讲过啊 为了识别评估 报表层次 认识层次 抓错风险 设计时的审计程序 询问观察 检查 分析程序 那既不审计程序 相对风险评估的更进一步的 对各地交易上会有个披露 认定曾抓错风险 做的审计程序 控测试 实行程序 一般询问 观察 检查 函证 重新计算 重新执行等具体程序 那此外呢 那个其他审计程序 这个指的是 刚才所说的进一步审计程序当中 没有涵盖的 然后我们跟其他审计准的要求 是应当执行的进行程序 所以呢 咱们说 其实 我们具体计划 来讲的什么 就是风险评估 风险营队 以及指导阶段复合 就讲这个内容 然后呢 咱们来说一下 关于这个具体计划 后面咱们也会讲到啊 具体计划这块 对于这个具体审计计划呢 我们来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当中 进一步审计程序 我们其实分为两个层次 那一个是总体方案这块 一个是具体审计程序 这么两个层次 总体方案下 我们所谓既不审计程序 这我们到第五篇会讲 为什么呢 分为叫综合性方案和实质性方案 所以综合性方案 我们说既不审计程序 包括控制实际程序啊 中性方案是这两类的程序 都要有 叫综合 实质性方案呢 就是以我们所谓的实质性程序为主 那这是这个总体方案层次 而具体审计程序这个层次上 那么主要讲 一个叫控制测试 一个叫实质性程序 那这段内容咱们注意啊 其实到我们第五篇 要给大家去阐释 大寂寞神经程序 到第五篇去阐释 然后呢 第六篇给你讲什么叫控制实 第七篇讲什么叫实质性程序 对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有些 他只是现在提出概念 解释 我们不在这里解释 因为到第五篇第六篇第七篇 到时候就都会了 好吧 然后在这一块啊 我要求大家要注意 就是区分总体实际策略 和具体实际计划 这个区分实际啊 其实好区分 因为具体计划这个 我们重点讲的分野评估 分野应对 还好理解 而且我们主体讲的 都是具体计划 因为四五六七 包括八 都是具体计划的 因此你掌握具体计划的内容了 我们一般 说答题时做选择题 用排射法 这就可以了啊 然后再有一个 咱们要考虑指导监督复合的问题 这我们也是具计计划里的内容 对吧 那说项目后人 要在评估重大聪谋 分野机构上 计划对审计项目的成员的工作的 指导监督 与复合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其实呢 这个内容更多都下放给我们 项目的这个负责人 那真正由项目后人来做的 其实真的很少了 但他有定个原则是可以的 那具体工作 由你这个项目负责人来做 但如果确实说 这个 个别事项当中 项目负责人这个能力上 还达不到 那还得找合伙人 然后呢 咱们说 对于这个指导监督 与复合这块 我们要考虑因素 因为我们要考虑啊 什么样的指导监督复合呀 什么时间来做呀 多大范围来做啊 那这时候 应党因素有什么呢 主要有这么一些 这个要掌握啊 一个 倍行单位的规模 复杂程度 那一般来说 规模越大 那他的业务越复杂 我们的指导监督复合 要求就越高 越多的事前指导的 那事后的这种复合 事中的监督 此外呢 就是审计领域 有的审计领域 我们要加强指导 有的领域呢 我们加强监督复合 就可以了 那不同的领域的考虑 比如有的领域 就这一类的 本身呢 就是难度不高 难度不高 但是呢 这个领域上啊 他需要人的这个信心程度 所以这时候 我们主要是加强监督复合 就是了 有的领域呢 难度很高 不好判断 事先指导就很关键 那再要考虑重要错误风险 高风险领域的 我们一般来说 这个指导监督复合要求就高 此外呢 就是执行工作的 这个项目成员 本身素质和胜任能力 素质越高 胜任能力越高 我们的指导监督复合工作 其实相对就可以减少 所以这是这个影响因素 这个要掌握啊 因为我们审认中考试的时候 关于影响因素的这些个考试的点 那这一点要注意 这个点要掌握啊 但是后面我说过 一定会给大家总结的 但现在这个点稍微看一看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有个核心的 就是对于指导监督复合 我们是站在一个 重要错误风险评估结果上 所以说了 说当评估的重要错误风险增加时 项目后人要扩大指导监督范围 增强指导监督的及时性 以及更详细的复合工作 所以最核心的 也就是重大错误风险 就是指导监督复合这一块啊 好了 这咱们来说 总体策略具体化 但是呢 对于这点 我还需要进一步 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重大师 有可能是与管理层 讨论审计划的要素的 这一点呢 可能很多人觉得 我们的计划要跟他讨论吧 其实要讨论 其实我们和智力层 是有沟通的对吧 但是呢 和管理层也很会讨论 因为这种呢 有助于我们在项目 这个层面上 管理和实现业务的高质量 比如说我们要协调 某些计划的审计程序 和被认单位的员工的工作 那需要他配合呀 那可能更具体一点了 比如说你要合理安排 相关人员工作 不要在我们审计期间 就这个人出差了 那你肯定要跟他讨论一下的 但注意啊 我们与管理层讨论 总体策略 具计划 那在当中摄像时 还是要注意 保持职业谨慎 防止审计工作 有要性受到损害 和智能沟通的时候 有这个问题 和管理层也一样 那比如说 我们和管理层讨论 详细的审计程序的性质 和实验排 有可能会导致 说这些审计程序 欲于被管理层所预见 从而损害审计工作的有要性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 跟他讨论的时候 我们还是相对原则化来谈论 还是相对原则化的 而不是把所有的点都给人说 所有的系列都告诉人家 这点要注意啊 和这层如此 和管层也一样 然后咱们考虑对 审计划的修改的问题 我们说审计划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呀 它关层使用的 所以在审计过程中 主要是应当在必要时 对总体审计策略 具体的计划 做更新修改 这是可以的 应当在必要时 也不是随便就改来改去的 必须改的时候才做改 更新修改 然后主要在于 比如说有些未预期的事项的存在 条件变化 或通过实施审计程序 获得审计证据的原因 等等 导致有可能需要 基于修正后的分音评估结果 对总体策略 具体计划 包括原计划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 性质实验方法做修改 那就是随着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了 可能会改变我们原有的 分音评估 原有的计划 那这时候说确实影响较大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修改 那当我们重外师 我们注意到的信息 就是在计划之后 我们注意到信息和计划审计程序时 或者信息有重大差异时 比如我们通过做实行程序 获得审计程序 可能和我们做控测试 获得证语 矛盾了 那么这个差异一定是重大的 原来我们那个时候 可能是疗愈内控制 因为风险不那么高 没有重要做法风险 内控很好 结果通过实行程序 发现风险很高 内控没有发现作用 我们需要重新考虑 我们的风险评估 那这时候就可能会导致 修改我们的信息计划 那注意 先举个例子 如果在执行审计划审计划审计 我们基于对 举例说采购交易 相关控制设计和执行 获得审计证据 认为内控 相关控制设计合理 得到执行 于是说采购这块 不作为高费用领域 然后做控测试 就是它不高风险了 管理的好 我们通过对控制制度 进行测试 证明它管理好 那就说明它没什么错误 这是我们当时的判断 但是在我们做了控制测试 发现你以为控制 执行号 但不是这样的 设计的很好 但是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表面功夫 并没有真的有效执行 那借着控制 行动虚设 没人管的话 行动虚设的话 这里出现错误的概率很大 重点错误分析很高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会修正 对这里交易的风险评估 然后呢 虚外审计划 又更多来做实质性方案 原来我们想依赖它的管理 依赖它控制 你们管理好 这块出错概率低 我少做点程序 少做点这种实质性程序 结果呢 了解时候说 哎呀我们管理是挺好的 等到一测试发现 不是那么回事 大量一做控制测试 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最后说不行 你们的管理啊 没有有效执行 所以我还得大量检查 这就要变成实质性方案 那么在这里要注意 如果做修改 我重要的是要记录 对总体诊息策略 最计划的重大修改 要记录出来这个重大修改 明白 一对原来审计程序的性质 实验安排范围的修改 那原有的是什么情况 我们修改是什么情况 记录下来 低调记录要求 那这种低调记录 就可以反映出来 我们做重要修改理由啊 然后审计工作 最终采用的总体测试据计划 并表明 很关于一点啊 就是我们对审计中 遇到重大变化 做了恰当的回应 所以你就有个变化 变化后的变化前的 你有 为什么变 变化前是什么样 变化后什么样 那他就证明了 你遇到这个情况 我的应变能是恰当的 是合理的 所以这个都得保留 这个记录 低调要求啊 然后再有 那对审计划的低调要求 那这个咱们你说一下啊 因为那对这个 底稿这个要求啊 咱们要强调一点 就是他不是说让大家去写底稿啊 而是底稿的记录要求 现在呢 我们考当中啊 特别爱考这类东西 各种各样特殊事项 它都有可能一个底稿的要求 所以我们呢 在课程当中也有增加这一部分内容 增加这一块啊 就是我们不同的事项 那他的底稿记录的原则要求是什么 不是说我给你个底稿让你去写 而是记录的原则要求 那这里啊 主要有三类事项 总体策略 具体计划 以及修改形化 一个总体策略 对于总体策略的底稿要求 不是这个 他的底稿 是对朱开师在项目层面上 管理业务质量是做的关键决策的记录 那项目层面上的 整体管理当中的 这种决策记录 也是以项目的沟通 重大事项应用方式 坏话说 这是领导 制定的对你们管理的东西 后人嘛 可以夸 那比如说 说朱开师主要指着 咱们的后人 可能采用备忘录的形式 记录总体策略 包括对审计工作的 总体范围啊 时间安排啊 执行啊 做出的关键决策 以备忘录的形式 然后呢 最后呢 当然我当时做的那叫什么 你工作安排 那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备忘录 某某某项目审计的备忘录 然后一看 那就这个东西 然后呢 给你们呢 当时可以发下来 给大家看的啊 我指的是和我人啊 可以给那项目组去看 那说你们记住 咱们的安排是什么 这总原则备忘录吧 领导指示 那再有具计计划 具计计划呢 则是对计划做到 分析评估程序啊 它的性质实验安排范围 为优对评估封严 来在认定层次上 做到进一步 审计程序的性质 实验安排和范围的记录 这具体计划 其实这个内容啊 非常详细 有的时候我们看这 这具体计划是能力怎么样 如果干了好几年 你看他写具计划 因为这里是他要安排的 这个具计划 这个内容是很关键的 然后这能看水平 啊 这一块 那么当然这个记录 还可以用于证明 已经恰当的计划的 审计程序 然后呢 这个计划在整天 需要得到复合和批准的 复合批准 谁复合呢 有的时候 咱们说事务所的 叫我们质量复合 这一个 那再一个呢 就是合伙人的复合 以及批准 所以当时呢 我们的工作都是什么 自己写好计划 那去计划 然后给领导 领导来看 这家这家什么情况 然后呢 有地方不合适 有地方呢 说可以 复合批准 然后就按这个 来执行了一般 所以这个东西 据计划 如果有重大的修改的话 可能会影响 领导的安排就在这 那除此之外 那咱们说 一般来说 使用的是 标准的审计程序表 或审计工作的 完成核对表 来根据呢 需要做调整 以反映业务的 特定情况 可以用这个来做 其实呢 我们一般用这个 工作完成核对表 这个东西 这也就像咱们 有的时候学习 也会有一个计划表 然后呢 看完成情况 打勾 那完成哪项了 那越详细的 然后呢 越容易判断 我的完成进度 那这个 咱们就看具体情况 对吧 此外呢 就是 一个 对审计划的修改 总体策略 具体计划 做的重大修改和理由 再一个 对下部组成员 做指导监督复合的 计划的重大修改和理由 那咱们说 对总体审计划 具体计划的修改理由 前面咱们讲过 你也要记录下来 但是呢 这个也要注意 指导监督复合 是关键的因素 我们要考虑的 如果对他们 那有重大修改的 也要记录下来 包括为什么 那修改 那也要记录下来 这点啊 听一下 那这是咱们说 抵稿的要求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再给大家 稍微补充一点东西啊 就大家稍微看一下 就行 这个东西 这个考试呢 大概不涉及 但有助于大家 理解 我们这个内容啊 就我们到这个审计当中 有些东西 考试要考的 有些东西呢 这个是有助于 我们理解的 我觉得都是应该学的啊 这块理解了 那么考试要考 那部分也会了 那么在这里啊 咱们来说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们是首次接约委托的时候 那在我们的实际计划当中 还要考虑个施项 那一些补充考虑啊 这块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事项之外 首接约委托的 在计划当中就要考虑什么呢 主要有一些 比如说和前任沟通的安排 比如查阅前任工作 底稿这个要求 查阅底稿 那这一般是接约委托之后的 我们和前任沟通 查阅底稿这块 那再比如呢 说和管理层讨论 有关首次接约委托一些重大问题啊 然后呢 这个重要问题和治理层的沟通 以及这种重大问题 对总理策略具计划的影响 所以这块呢 可能又涉及到我们 和治理层沟通的事项了 此外呢 就是对期数余额 要获得出现适当审讯证据 而做的审讯程序 因为首次审计业务 那么期数余额 不是我们审的 我们对休额额怎么来办 啊 这一个问题 那再来呢 就是寿所 针对首次审议务 可能有些因素措施 比如会要求 具备适当权威性人员 对于重要的审议程序 开始前 要复合总体策略 或者出报告前 对审议报告做复合 总之呢 咱们说 一随到首次的审议业务 我们要多考虑一些事情 其实都是在我们计划阶段 来考虑的 这么一个啊 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块考题情况啊 那么这是20年啊 时候 咱们呢 学院回忆版的一个题目啊 说下列有关 计划审议工作说法中 问错误的 错误的 A 在制定总体审议策略时 主要是应当考虑 初步业务活动结果 当然要考虑 前面咱们也说过 接着咱们前面来的 包括初步业务活动结果 包括我们执行其他业务 或者信息 也可能跟本次的审议有关 所以要考虑到 所以A没有问题 B 说诸位快师制定的具体审计划 应当包括 幻影评估程序 计划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和其他审计程序 这个也没问题 具体审计划就这些内容 当然还包括一个指导监督复核的问题 但是呢 你说应当包括这些有没有错 没有错 C 说诸位快师在制定审计划时 应当确定对项目的成员工作 做复合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指导接动复合都要考虑 那我要考虑复合有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错误的肯定是递选项了 说具体审计划通常不影响中心策略 咱们说了相互的影响 相互影响对吧 所以这是错误的答案递选项 咱们说对其中一项修改可能会影响 甚至改变另一项的决策 相互是有影响的 然后下一个这是我们去年的题目 一个单选题 说线列各项当中属于具体 实际计划内容的是 A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 这肯定不是我们具体计划内容 得到具体计划了还没签约 这不现实 所以A肯定不是 B确定重要性水平 这个我们反复强调 这是总体审计策略下的内容 这是反复强调的 所以这个也不是具体计划 C确定风险评估程序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那说了这是具体计划的 分析评估的进一步审计程序的 其他审计程序的 所以C正确 D确定审计资源的规划与调配 那我说了这肯定是领导要做的事情 领导做人员这种规划调配 总体策略 所以他不是具体计划 因此答案C选项 这也没什么难度 然后19年 单选题 说在确定项目组内部的 复合的性质 时间安排范围时 下列各样当中 驻开师无需考虑到 那其实呢 这个考的就是我们的 指导监督复合 因为咱们说啊 这是我们在具计计划下 考虑到指导监督复合的问题 指导监督复合要考虑什么呢 应该考虑什么 备审单位的规模要不要考虑 规模越大又越复杂 是不是要考虑 我的复合的这种安排啊 是不是要多一些啊 范围多一些啊 及时一些啊 那甚至有更多的指导啊 这要考虑的 重大错谱风险 这是一定要考虑的 我们方险导向审计嘛 指导监督复合一定要考虑 评估抓错风险 此外 下部组成员的 专业素质摄入能力 素质越强 摄入能力越强 那其实我们指导监督复合 都可以相对的减少 所以这是要考虑的 第一 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的经验能力 这个要注意 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这个就不是我们项目组内复合了 这个到后面我会讲到啊 到我们第九篇的时候会讲到 但这里面一看 这也不需要考虑 所以地是无需考虑的 人问的就不需要考虑到 所以大家选择地 这是咱们来说啊 对项目组成员 要考虑的因素 其实也是我们组内的 这个要求 因为项目质量复合 已经不是项目组内了 那有同学说 老师我现在没听懂 那你就标注一下 说联系我们第九篇 项目质量复合 因为有些内容 咱们底约用到后面的 这个知识了 那只能让你先联系一下 但你只要知道 哦 没有这个递选项 等你学完第九篇了 回头一看就明白 然后再有呢 我们看一下 这是呢 一个简答题 简答题这块啊 让我们节选一下啊 这ABC事务所 A初盖师 负责审计讲师 21年度的淘宝表 与审计工作底稿的部分 事项摘入下 第一个 因在测试材料采购 相关控制发现 控制未得到有效执行 于是A主案师 将材料采购的实际方案 由综合性方案 改为了实际方案 并重新编制了 实际工作底稿 删除了 被取代的 原实际工作底稿 然后要求 针对上述的 一到五项 逐项指出A主案师 实际法恰当 如不恰当 只要说明理由 那你看啊 这个内容 是不是我们刚才 讲过的内容啊 我们讲那个 绿子的原文 对吧 就是我讲 例如什么什么 举例说明 就这个原文内容啊 而且就是材料采购的 对吧 就是有综合性方案 变为实际性方案了 因为控制没得 有效执行 问题是 可不可以修改 可以啊 但能不能说 这么处理啊 删除了被取代 原审计计划的 工作预告 我们审计计划可以修改 做重大修改 要什么 要记录我们的修改 记录我们的理由 但不能把原类删掉啊 不然怎么来反呀 你的修改 怎么反应你的应对啊 所以这个是 不恰当的 你修改是可以的 但是呢 你说把原类的底稿 就扔掉了 删掉了不要了 这不行 所以回答不恰当 理由 应在审计计划中 记录对审计计划 做出的重大修改 极其理由 就完事了 看到没有 这所谓的解答题 都有多难呢 并不难 你说他错在哪了 或证据该怎么做 两种答法 错错在哪了 不应该删掉原审计划 应该怎么做 应在调中 记录对审计划 做的重大修改 极其理由 这就是我们回答 所以我一直都说 我们审计的 综合题啊 简答题啊 都是 简单的 一般来说 就这么两个角度 你看 就是这个题 但同时 这题也告诉我们 一个问题 就是考审计工作 底稿 不一定 考在我们 专门讲 底稿那部分 在各个篇章里面 涉及到底稿部分 都有可能出题 再看一看 2020年的综合题 综合题里 看看啊 说 A主爱师 在地奥中 记录了审计计划 部分内容摘录下 然后说 因为做传言测试时 发现 贾公司被行单位 与投资和筹资有关的 内部控制 未得到执行 于是 A主爱师 将投资筹资循环的 审计策略 由综合性方案 变为实际性方案 并用新编制的 审计工作地奥 替换了原审计地奥 然后 一样的 假定不好 其他事项 主项指出 A主爱师错 是否恰当 如不恰当 讲说理由 然后填表 综合题啊 有多难 没有难度对吧 恰当不恰当 否啊 所以咱们回答 是否恰当 否 理由 不应该替换 原工作地奥 应当在 原工作调查中 那么在基础上 记录 对省计划的 咒诺作出的重大修改 几理由 你看 综合题 还是这个点 其实和我们的解答题 如出一辙 这个知识 而且基本答法也差不多 只不过他写的 稍微全一点点 说不要替换原地套 应该 记录 省计划作的 重大修改 几理由 解答题 也一样的 对吧 应该 神教中 记录 对神计划 做的重大修改 几理由 所以 如果 你看了 20年这个题目 然后呢 考试中 22年碰到 那个题目 是不是很容易得分呢 那以后再碰到 类似题目 是不是也应该能得分 可以的 所以这是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说的 一个我们的所谓的综合题呀 所谓假题都不难 因为大部分都是这类模式 再一个呢 就是 我刚才说的 我们现在考底稿 不仅限于 我们讲 是你底稿 那个内容了 什么底稿的性质啊 归档啊 那个内容了 不仅学习它了 我们很多的 的篇章里 都是要底稿 所以我都给大家 讲一下 补充一下 那大家要注意掌握 好了 这是让我们来说 关于使用计划的 基本内容 那最基本这一块啊 我说了 对于这个内容 展开来讲 后面我们三四五节当中 我们要展开来讲 但是呢 在这也没完 因为呢 我们这个计划当中啊 其实就考虑到什么呢 一些质量的问题啊 咨询的问题啊 那他一开始就要考虑好 所以接下来 我们在这阶段 也把质量管理当中 涉及到的消费内容 讲一下 那稍微秀一下 然后看下一个知识点